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不跟地人對上打打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競技場地圖 這場比賽是米亥對上Rainy 那兩位選手呢 都是平道上也是之前很常見的頂尖選手 當然不知道為什麼這兩位選手名字都改了 左邊這個Fox戰隊的是米亥 那這邊PHL是這個Rainy 好 好,不選手 好,那先來介紹一下波根地人 波根地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可以在期前一個時代點下這個經濟科技 黑暗時代就可以研發一劑龍一劑木 而且他的這個輪走技術也是可以研發的 那波根地人呢 可以隨著自己的戰術做出這個經濟調整 像是在競技場地圖 他可以獲得100肉的時候不斷村 就可以趕快去點下一劑伐木 好,已經點了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9個村民就點一劑伐木 這個是波根地人 前期在這種封閉地圖的時候很常見的一個打法 波根地人他的火槍跟火藥 這個火炮單位都有25%的傷害加成 後期打火槍跟160的遊俠 都是一個不錯的戰術選擇 而且他馬舊的科技是半價的關係 所以在競技場地圖裡面來說 是可以更快成型打一波流的文明 可以打配打160遊俠 配上步兵的革命一波加上火炮火槍的推進 在競技場一波是非常強大的一個打法 好,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這個達達人 達達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馬功是成型最快的文明 這個母子環免被給 安息人戰術也是免被給 而且他的高打地的傷害比其他文明還要多更多 但是在競技場地圖來說的話 是優勢很小 可以說是沒有的 因為他這裡的地圖可以明顯看到 競技場都是平面的 沒有這個所謂的高打地的問題 所以達達人來說相對來講是會比較弱勢一點 在其他地圖來說的話 那達達人的話 他的騎兵呢 草原騎兵跟馬功 防務率都比較高一點點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這個文明特性的關係 所以防務會高一些些 那達達人呢 他的打法還是比較注重於 打這個騎兵跟馬功路線 那後期的達達人有這個鐵木兒工程術 可以讓自己的劇情投石機加兩點的射程 而且擁有工程工程師的關係 所以達達人的射程 可以高達19點射程 所以我都會把他稱為這個巨型投石機 稱為19射程的小工 這個數量多起來 當工兵用好像也沒什麼問題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種高射程的工程器的話 一定要來玩達達人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競技場吧 好 這裡兩邊都是正常開局 那伯恩帝人這邊趕快點下城堡時代 待會要趕快去升城堡 那前期的伯恩帝人的配置會稍微不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米亥會怎麼打伯恩帝競技場 那競技場的話前期的騷擾會應該會受到最小 而且對手沒有打這個快攻的關係 所以伯恩帝人待會要趕快去補下經濟科技 去延長自己的經濟優勢 但是如果太早點的話也會很容易 欸 這裡退掉 封建時代的升級 打算再補兩村 那是不是想起來他要點一級伐木的關係 而且挖幾乎金礦 這個配置我剛剛想說怎麼不挖金礦 那我們就點封建時代了還以為他要開稿 好 打打人這邊兩人挖金 好 這裡是補下了軍銀 溫恩帝人這邊是繼續升級上去 現在是在這裡要補一級農田嘛 這裡應該是不能補的喔 這裡補下去的話就要黑跳城了 不是黑跳城 是黑跳樓 跳不上去 好 這裡補下了一個軍銀 軍銀補下之後 待會再補一個兵工廠 或是直接補一個馬舅 或是補一個市集 就可以升到城堡時代了 好 這邊升級比較快是打打的 因為剛剛補甲地人有取消時代升級 慢了個幾秒 好 馬舅加兵工廠 好 不是市集喔 好 這裡補下了一級農田 好 生成能夠生嗎 九七 稍微少一點肉 OK 好 生成上去 好 待會有150肉 趕快去點這個二級伐木 二級農田我覺得也可以點 對 這裡趕快點 畢竟這科技便宜啊 趕快去補下這些經濟會比較好 好 那這邊二農點好 趕快去撒田 有田就點二級伐木 然後有肉就按清洗冰刺 那待會再補一個收刀院 待會就要來搶聖物了 好 伯恩帝的前期打法 經濟的路線大概是這樣子 如果大家喜歡玩伯恩帝人的話 經濟場的這個配置一定要來參考一下 好 那接下來看到達達人 這邊是決定要來打肉碼開局 一樣都是走一個肉碼路線 但伯恩帝人這邊肉碼按的是比較慢一點點 因為點了這個惡農惡木的關係 但是達達人的劣勢也是相當明顯 這裡二級伐木也沒有 二級農田也沒有 所以他這邊選擇開TC的話 待會二級農田的這個肉量 就沒有辦法吃到 甚至他一直只能繼續使用一級農田 因為點下二級伐木之後 這個肉類會消耗的非常兇猛 3TC開下去之後 肉加上這個修刀院還有這個肉嘛 好 經濟會非常的緊繃喔 而且這裡還要再投資一個輕騎兵的升級的話 所以3TC開下去很難點下惡農 哇 結果還是點下惡農 那看來他沒有想要提前升級輕騎兵啊 OK 輕騎兵先不升 那伯恩帝人這邊已經有惡農惡木 還可以點下一個輕騎兵的優勢 兩邊的文明特性喔 很明顯就打出來了 好 這就是競技場的前期的細節 兩邊的細節都是做得非常好 好 那這邊輕騎兵補下 勝率也按下了 那大大量這邊是點下的耕種技術 你看還少了150肉啊 3TC是開不了多點惡農的話 好 惡農下去的話就是雙TC先農 然後輕騎兵也升不上去 也沒有跑速 所以這邊會被壓制的很慘 好 惡農地人現在是有經濟跟軍事上的優勢了 但是一樣 勝率是很害怕刺猴這個單位的 所以只要有刺猴在 這個打大人還是能做到一些事情 好 第三個TC開下 惡農地人這邊是這時候才開下第二個TC 雙TC開農 好 這邊趕快要再去虎蟹農田 這邊肉馬是暗留點多了 好 這邊刺猴回來看一下 兩隻僧侶遭降 好 一隻過來撿生物 這個生物最前面的居然想要這麼快撿到 好 這邊又判了一隻肉馬出門 大家不敢出去 輕騎兵 還沒生 打僧侶的話要三刀 三隻獅猴的話 就可以直接秒殺一隻僧侶 好 這裡看一下 哇 下面這隻僧侶可能要倒了 哇 厲害這邊很虧啊 Running這邊打得非常好 好 這裡僧侶在裡面找強防守 但是生物還是被搬到了中間的位置 開始有點難撿了 好 Running應該是要放棄生物了 現在他只是要 去阻止對手順利的把生物搬回去而已 能多殺點生女的話 對自己來說也會有點幫助 因為對手要花更多的黃金去撿生物 這個撿生物的成本大幅提升 本來這些如果不去撿生物的話 這些黃金是可以拿去買一些肉或木 提升一下自己的經濟量 但是達達人這樣子消耗對手黃金的話 也是一種加成 雖然自己可能會沒有辦法獲得5聖物 好 這邊輪走技術補下 輕騎兵沒有打算要補了 好 生女這裡CD時間已經好了 可以招翔 拉著走嗎 拉...拉走了 好 生物還是最後撿了回來 好 後面這個生物也要找個機會撿一下 現在... 波光地人 這邊是有點卡人口 剛剛卡了一下 但是趕快補 好 達達人這裡也開始補房子 這邊要來經濟爆了 哇 達達這邊也卡人口 看來高手們卡人口的頻率也是蠻高的 兩邊都各卡了一下 好 這邊3TC繼續農 然後洛瑪還是有在按的 輕騎兵這時候中午要補下了 開始經濟量拉起來 就可以稍微跟博文地人去爭取聖物的資格了 好 這邊輕騎兵打洛瑪 不是明智之舉 趕快拉走 好 現在有挖石頭的 只有達達人 達達人這邊4個人挖石 欸 挖一挖 4個人挖完之後去開TC 4TC繼續農 他的還是一個偏農的一個策略 而且他這邊弱馬 控的還算是很好的 好 輕騎兵 這邊來到了5隻的數量 不過地人這邊也是5隻了 好 見到了兩個聖物 那現在達達人比較好拿的聖物 就只有下面這一顆聖物 還有中間這一顆了 這一顆的話有點遠 好 看一下這邊 招翔 第一時間 新奇兵三刀砍下 因為這裡已經有神聖思想 所以可以多扛個一刀 好 這邊拿下之後趕快拉走 好 招翔 好 比退 好 達達人這裡補下了耕種技術 好 這裡是一個城牆補血戰 靠近城牆就會自動回血 好 點下了一攻 這裡攻擊力跟品種點的蠻早的 摸摸地人這邊也是 下了一攻 那待會防護率也會馬上補下 媽 欸 要補嗎 復補一下 好 這邊進戰繼續互打 好 收掉了這一隻青騎兵 兩隻殘血來回家補下血 這邊五隻青騎兵還在咯 讓不跟地人開始不好撿生物了 好 達達人這邊有機會 達達人這邊轉出了草原騎兵 欸 草原騎兵這個單位 挺微妙的 照價比騎士便宜 大概快要一半 40黃金 一隻 攻擊力是9加1 有一攻的射程 但是防禦力呢 比騎士少了兩點 遠防是少了一點 那達達人的草原騎兵 防禦力我們剛才有提到 有這個私護甲的關係 所以草原騎兵跟馬公 血量都是比較多的 還有這個肉馬 好 伯恩地人這邊點下了帝王時代的升級 轉出了重裝騎士 伯恩地人是唯一可以在城堡時代 研發重裝騎士的文明 這邊重裝騎士生好 一到帝王時代 遊俠就可以馬上補下 待會就會變成伯恩地人 遊俠打草原騎兵喔 怎麼看呢 則是遊俠更有優勢一點點 好 第四個城鎮中心也補下了 現在村民差距是81村對96村 地圖上的聖物呢 還有 欸 還有兩個沒有撿 下面這裡一個 還有中間這一個 這個聖物走這個邊邊角角 好像有機會攔截的到 好 攔截到了 先進去過來 三刀一隻 好 很麻煩 兩邊都想要去拿聖物 但一直沒有機會 郭文地人這邊點下了三級伐木 三級農也要補一下嗎 三級農補一補 待會喔 剛好這些田喔 也快要吃完了 哇 輕騎兵打不贏長槍兵 差五滴 這個操作 怎麼有點怪怪的 就算打輸了 好 二級挖精也補了 郭文地人這邊經濟量非常的猛 六個麻就 按遊俠 開始按騎士吧 騎士趕快按 二級馬鎧 二級馬鎧沒有升 二級弓也沒點 哎呀 郭文地人這邊忘記點了很多東西啊 好 那城堡呢 城堡要趕快蓋 好 郭文地人 是決定先點化學 好 二攻也補下了 大大人的二攻也升級上去 好 這邊城堡已經尬了起來 好 似乎傻也補了 這邊補得非常快 炒完起兵 似乎加補下防律雙防加一 免費的液防概念 這個來偵查被收掉 遊俠的話還有40秒 三級馬鎧還有1分20秒 城堡蓋起來之後 要趕快補下巨型投死機 所以應該要補火炮 火炮先按一台 好 打大人馬鎧也補了 但是那裡是一級馬鎧 現在打大人要盡肯的必戰 三級攻升得很快 看來他已經預測到了 這一把會是騎兵大戰 升級的東西是草原騎兵 OK 那這場比賽就是 草原騎兵大戰 160遊俠 好 遊俠過來偵查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抓到巨型投死機的出來時間 抓得很漂亮 哇靠 他這個巨型投死機 抓出來的時間也非常nice 但是一進去的話 就代表沒有要出去了 趕快砍掉巨頭 扛著這邊的草原騎兵的傷害還有城堡 草原騎兵打出來了數量上的優勢 這邊集火遊俠還是很快的 好 經對草原騎兵擋住了第一波遊俠衝 摩摩地人在後方 這裡是開始築起了築城戰法 城門圍牆已經開始建立了起來 這裡有個洞喔 還沒有抽下去這個地基 那摩地人這裡是要繼續暗遊俠 這樣經濟量有點慘 這個生物收掉 最後可以把這個生物帶回家 最後打炸人是拿到兩個生物 摩摩地人是三個生物 三攻這手也補了 萬地人攻防全點滿 這裡就可以開始考慮要不要點一下步兵鎧甲 然後待會存個資源打革命一波 是有機會的 好 這邊順利收掉城堡 草原騎兵出門 但是遊俠也從城堡出門 那邊都是想要打一個正面嗎 草原騎兵描測 這一波 一塊打起來 但是遊俠的數量太少 再繼續打下去會虧 好 可以直接點下來一擊射 哇 遊俠被打到退不成群 打炸人這邊的草原騎兵的數量實在是太多了 轉瓦技術 補下 打炸人這邊這時候才在補二防 這裡感性 頂著一防的草原騎兵 沖城堡跟正面遊俠 居然還頂出了優勢來 好 但這邊還好兩台火炮沒有被抓掉 難道要被抓掉了嗎 好 像要衝了 哇 這個打打人是瘋狗啊 一直衝啊 沒有要退的意思啊 又抓掉了 哇 這個火炮又送掉了 好 繼續調司機 這邊繼續開拆 但打打人還沒有點下鐵木的工程術 所以現在射程來說是跟博恩帝一樣 或是16加0 16加0 唉唷 這邊有可能會被拆掉喔 然後拉一下 修理 修理 這隻村民趕快來修一下 好 國安帝人點下了彈道學 讓自己的城堡射程再更精準一點喔 這根城堡已經擊殺掉了17隻的草原騎兵了 但草原騎兵每一隻招架只要40塊錢 所以其實也沒到那麼心痛 好 但草原騎兵的劣勢就是血量真的很少 只有100滴血而已 好 這邊拆掉採礦民地 這裡挖黃金的村民只能往回退嗎 後面再補一個新的採礦民地 繼續挖 被拆了在後面再補一個 讓他居民投石機不能在遠地開槍 一定要往前走幾步喔 才能投石這個採礦民地 好 這個有俠人抓到嗎 算有點困難喔 好 國安帝人 這裡是點下奔兵鎧甲 撫揮技術跟重裝長槍兵 欸 這裡看起來是要放棄打革命了 畢竟革命這一招 如果第一時間沒有辦法突破敵方城門城牆 工程器雖然太少的話 革命的成功率是很低的 所以伯仁地人可能是想要去打一個陣地戰 好 這邊陣地戰是否能夠 打得出來呢 好 大大人點下了工程工程師 鐵木工程術要不要考慮點一下呢 好 大大人 好 大大人 目前是200人口滿批123個村民 過激人這邊是155村 點下了級兵 後面的遊俠數量是24隻 以軍隊數來說的話 打得人這邊是非常多的 六十四個草原騎兵 果然點下了金冠技術 鐵木的工程術 點完之後就可以遠距離 攻城敵方的城堡 這時候伯恩蒂點下了伯恩蒂葡萄園 點完之後自己就相對等於擁有了五聖物的黃金產量 這個在前面的工程術升級好之前就先架起來了 這邊趕快 把遊俠收到了城堡裡面 結果有一些遊俠卡住 這裡遊俠出城 出城門去迎戰巨群投資機 先拆掉工程器 後面這裡還有一台 可以三台巨頭瞬間收掉 後面這個城堡努力在修理 但是這裡很多村民已經被草原騎兵睹到不要不要的了 好痛好痛好痛 裡面的草原騎兵好煩 這裡的村民還是收到了一些攻擊 損失了二十幾隻村民在這裡面 好 那達達人這邊的黃金量只剩下三百多塊 好 那巨群投資機三台被拆 這裡又要再繼續補一些數量了 中間這塊黃金趕快來挖一下 這裡還沒有被控下來 好 現在迷害看起來是有點緊張了 草原騎兵數量一直都很多 好 我們用村民去扁遊俠 手撕有俠 手撕有俠 應該是村民被手撕 好 這邊伯甘帝人 下了縱火技術 點縱火是不是要革命啦 看起來很像是要革命一波流了 看起來不太妙 不太妙 好 這位長槍兵過來 喔 撕不完 能打得贏嗎 看一下這一波 草原騎兵想要修一些操作 讓這個一攻的射程優勢 點掉所有的疾兵 哇 這個疾兵直接被戳爛 阿拉人這邊拿到非常大的優勢 還有69隻的草原騎兵 還在亂竄 點木工程術 加上巨型托斯基的工程射程 非常的遠 後面在非常安全的地方工程 這個火炮怎麼走失了迷失方向 怎麼走得出來 完蛋 伯伯仁進攻 反而變成被進攻那一方了 怎麼辦 還是這裡我們鬼轉革命 那我怎麼覺得打革命好像打不太贏的感覺 草原騎兵真的是有點麻煩 數量一躲起來 真的是不好打 有60隻以上的數量 使草原騎兵的架子 才會被真正打出來 好 這邊工程完畢 我們換下一個城堡如何 裡面的草原騎兵已經被 圍巢 好 OK 剿滅 全部收掉了 裡面的草原騎兵死光 這邊又補了一個城堡中心 好 開始再補城堡中心 這個就有點像是要革命了 創命術先拉起來 待會直接鬼轉國蘭明明兵 那巨型托斯基跟火炮 一定要好好保存起來 這待會是工程最重要的東西了 好 三台巨型托斯基 還在工程 打打的草原騎士到 草原騎兵 火炮一直在打很痛 哇 這個火炮砸掉了很多草原騎兵的血量 因為全部草原騎兵都全部聚集在一起 但是這邊還是被突破城門 好 巨型托斯基 再來一發 打掉 好 但是不問地人 現在想要按革命的話 也可能按不下去了 邊留了一個洞 讓巨型托斯基 趕快到城門內 好 阿達爾在左邊 補了一根新的城堡 這裡補下了很多的軍營 好 這裡買賣一波 賣了一堆木頭 換了一些黃金回來 村民說現在是149村 黃金量還有一千多塊 這裡還有56個農田 我跟地人這邊的黃金跳得還是非常快速的 還是遇到草原騎兵 槍兵 只能稍微戳 數量夠多 還是能反擊一些回去 草原騎兵數量掉得很快 但是疾兵也是 這一戳疾兵還是被戳光了 剩下4隻草原騎兵 不過地人這邊的優勢就是要趕快 再繼續利用自己的槍兵 去跟對方瘋狂交換 只要能把達達人的草原騎兵數量 壓制在30隻以下 就可以打贏達達人 畢竟達達人是把所有的黃金 投資在草原騎兵的身上 好 這裡再買賣一波 給一堆石頭 又買了一根城堡 想要插在家裡嗎 這裡有個洞 已經沒打出來了 炸藥桶開門很快 完了 這邊補一個城堡 把這個洞口補住 草原騎兵已經進入城門 我跟地人有五千多塊的木頭 這裡不革命 何時革命 我跟地人 革命一波 讓村民拿起武器吧 草原騎兵已經衝到了後方 怎麼辦 這時候你還答錯了句句 恭喜Renny拿下比賽勝利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是由我伯恩地人 贏了快要一萬的資源 黃金的色目材料是2-2千4 但是達達有獲得野礦的關係 黃金上市贏的 那軍事方面 是達達達拿到1.53的KD值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哦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